在除夕夜晚9時 姓李的士司機就在新口岸某酒店 接載3個大陸男遊客要去到路口某某酒店 上車後無奈司機李某就說 因為假期每個乘客至少都要收多20元的車費 3個乘客當然不允許 姓陸的乘客就打電話去交通部門投訴 更加和司機在車上爆發鬧戰 當車駛到金光大道某某酒店門外時 司機李某就把3個乘客鎖在車內 自己下車食煙 3個乘客報警求助 李某大概4分鐘後回頭 姓陸的司機就質問他為何鎖住他們 李某才開車門讓他們下車 這個時候警員接報到場 李某也承認攬收車子 和這3個乘客發生後鎖期間 姓陸的乘客曾經多次用手指睹他的頭部 令到他通錯和頭暈 之後亦要求嚴傷 結果司機需禁錮 乘客需襲擊 雙雙被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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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